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农历辛丑年7月初13 现在为您带来今天的中国新闻播报 知晓今日中国事近在观传媒 首先我们来关注 任哲平发文称 中国无就业复苏特质明显 20日任哲平及其团队公开发布题为 730政治局会议传递重大信号一文 在文章中任哲平表示 当前无就业复苏特质明显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 仍处于临界值以下 16至24岁城镇的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5.4% 比上个月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其中20至24岁的大专辑以上人员失业率更高 除就业问题 任哲平认为还应重点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中小企业冰火两重天 小微企业生存环境恶化 7月大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51.7% 50%和47.8% 二上游成本上涨挤压中下游制造业 一至六月采决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 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7.4% 30.1% 20.3%和3.4% 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那大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 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两年平均增长7.4% 两年平均实际增长5.2% 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任哲平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最新判断 大中商品通胀的高眼影线 经济将逐渐放缓 现在处在经济周期的滞涨后期和衰退初期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是两期转换时点 货币宽松周期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 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逐步友好 他认为2021年下半年 对2022年上半年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房地产和出口是主要拖累 消费和制造业投资难以对冲 大中商品价格仍在高位 成本上升挤压中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 增加中小企业困境 经济下行和通胀在高位并存 滞涨特征明显 近期降准降息 专项在发力 新基建主要是对冲性的 未来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通胀回落 财政货币政策将转为积极和宽松 我们在今年一月前瞻性提示 流动性拐点 随后资本市场调整并风格切换 随着形势演化 我们判断货币政策宽松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 将心理试不去 不急转弯 慢慢拐弯 转弯 轰游门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驳回 杨倩 陈梦 全红禅 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 国家知识产权局19日发布通告 驳回 杨倩 陈梦 全红禅 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 并将不断强化对包括奥运建议在内的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 通告指出 个别和企业和自然人把杨倩 陈梦 全红禅 等奥运建议 姓名和姓哥 天神 等相关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 进行恶意抢注 提交商标注册申请 以绝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场声誉 侵害他人姓名权及合法权益 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此 知识产权局予以谴责 并依据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 第八项的规定 对杨倩 陈梦 全红禅 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 予以快速驳回 我们继续关注 中国五部委将汽车数据采集 及应用上升的国家安全层面 近日 中国国家网信办 发改委 工信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自2021年10月1日起实行 网信办有关负责人称 出台规定 旨在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依照规定 汽车数据处理者 开展重要数据处理活动 应当遵守 依法在境内存储的规定 按时主动报送 年度汽车数据安全管理情况 因业务需要 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的 汽车数据处理者 应当落实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要求 不得超出出境安全评估结论 违规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 并在年度报告中 补充相关情况 规定要求 汽车数据处理者 在开展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中 坚持车内处理 默认不收集 精度范围适用 脱敏处理等数据处理原则 减少对汽车数据的 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 规定还要求 汽车数据处理者 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应当通过显著方式 告知个人相关信息 取得个人同意 或者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进行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还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汽车数据处理者 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的目的 和充分的必要性 方可收集指纹 声纹 人脸 心律等生物识别特征信息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30次会议闭幕 反外国制裁法 是否纳入香港基本法 未做表决 13届全国人大第30次会议 20日上午在北京闭幕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监察官法 法律援助法 医师法 新修经历的兵役法 中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人口与寄生 生育法的决定 但会议 未就反外国制裁法 是否纳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进行表决 截至今日 港股本周下措 接近6% 会议表决通过了 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组织 开展市级法院 省级 职能定位改革 四点工作的决定 会议还进行了 人事任免 代表资格审查 等其他事项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网络版权 侵权现象 严重 维权 中国经济日报发表题为 拿什么保护这个万亿元产业 我国网络版权产业保护现状调查 一文 文章显示 中国网络版权侵权现象严重 网络版权保护困难重重 文章说 在网络文学爱好者葛宾说 最初 我只是在搜索隐 随便搜索一下 可连着翻了前三页 诠释这部小说的盗版链接 这些盗版网站不仅排版粗糙 还充斥着一些低属小广告 严重影响了阅读体验 在文章中 阅文集团作家吱吱声称 小说一发表 三秒就到版 他认为盗版网站可实现脚本 自动采集监控 一进发布 盗版网站几分钟就能更新 读者看了盗版网站的脚本 怎么会到我这里复回阅读 与此同时 一些盗版网站上 充斥着很多不健康内容 严重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声誉 此外 影视内容同样是被侵权重灾区 据了解 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 在对4894件影视中 动漫类作品的监测中 共发现短视频仪式侵权链接 1406.82万条 文章认为 侵权未能得到有效打击 主要在于 1.目前法律对于很多侵权问题 仍未做出明确决定 2.权力方 维权难 投入产除不成正比 在中国 著作侵权法的法律责任并不高 接下来继续关注 多地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综合8月19日20日 中国各纪检监察委消息 截至本网发稿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主书记 厂务副主席张哲军 山西靳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建宝 山西省靳城监狱一级高级警长 田文彪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辉 山东省何泽市牡丹区 西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刑事国 广西藏族自治区 南宁市江南区政府原副局长 南宁市公安局 江南分局原局长 荀香涛 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 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 马力等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们继续来关注 多款追星app被下架 部分为下架应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 据政权时报网19日报道 中国多款最新应用被集中下架 部分为下架应用采取禁止未成年人消费等措施 据期迈数据的监控信息显示 下架的最新应用包括 超级新饭团app 模范声pro 逃趴等用户数量较多的应用 不过部分应用仍可通过官方提供的二维码进行下载 例如财经网科技在扫描超级新饭团 官方提供的二维码跳转至浏览器时 虽然浏览器提示 应用未上架 建议取消安装 但仍可成功安装 同时上述应用 虽然被从应用市场下架 但大多数应用并未停止运营 以下载用户仍可正常使用 据了解 这些应用大多含有集资 应援 控屏 等模块功能 此外 微博下线了明星势力榜 百度360 搜索等平台也将明星人气榜等功能下线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陕西因汉勤影响超8万人安全饮水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消息 受持续干汗影响 目前陕西超过8万人饮水安全受到威胁 陕西北部 卫北和关中局地出现汉勤 多县区达到重汉等 并据陕西省 榆林市水利局水文部门观测数据显示 目前榆林境内 黄河一级滞流 黄甫川 清水川 加卢河断流 二级滞流 大理河断流 日前 发改委 工信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联合发布 关于十四五推进延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 及延控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的通知 依据通知 今后将延控新上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 对现有已备案当尚未开工的已建三高项目 要一律重新进行评估 确有必要建设且符合相关行业要求的方可继续推进 对已建成三高项目要全面梳理形成台帐 逐一排查评估 有节能节水 减排潜力的项目要改造升级 达不到国家或地方有关排放要求的 要实施深度治理 属于落后的项目要坚决淘汰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上海金融法院三年受理案件超过两万件 涉案标的总额超五千亿 19日上海金融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 金融法院院长赵宏介绍 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三年来 共受理各类金融案件21744件 审结2050件 受理案件总标的额5469.9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 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成立于2018年8月2日 其业务受理范围 上海四辖区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第一审金融民伤事案件 二 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 涉金融行政案件 三 以住所地 在上海市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 第一审金融民伤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 四 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做出的第一审金融民伤事案件 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述案件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和台湾最大石化产业合作项目建成投产 19日 中石化新闻办透露 中国与台湾最大的石化产业合作项目 古雷链化一体化项目建成投产 以锡等主体生产装置 打通全流程 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 并产出合格产品 该项目预计年产值超过261人民币 可实现年利税40亿元 古雷链化一体化项目位于福建漳州 是建设以生产高端化工产品为主的石化项目 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278亿元 主要包括百万吨级乙烯 每年60万吨等乙烯等9套化工装置 以及配套公用工程 年吞吐能力780万吨的码头博位 主要生产巨饼锡 以二纯本乙锡等18种主产品 产品总量预计达每年300万吨 该项目由中石化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和台资企业 续层投资有限公司各占50%股份合资建设 2016年11月双方在厦门正式成立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项目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2021年5月顺利中交 2021年8月建成投资 目前项目二期正在建设中 预计建成后 以期产能将提高至每年140万吨 产品总量将增加至每年420万吨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文旅部新政建制黄牛 19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 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正式实施 这是中国首个演出票务领域的行业标准 此举被业界解读为将解决长期存在的黄牛票等乱象 牵头起早规范的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出台的行业标准将着重解决 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内容、规格、编码、制作、发行等基本要求 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生成、打印、取票、印刷等具体要求 统一全国演出票务购票、减票、退票等全流程的规范化服务 制定演出行业的票务基本规则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7月乘用车销量155.1万辆同比下降7%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微信号19日消息 2021年7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54.8万辆和155.1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10.7%和7% 环比分别下降0.5%和1.1% 其中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完成25.5万辆同比下降6.4%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公布双减细则 教培之冬冷冽而来 19日北京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公布了双减实施细则 提出将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经历负担于2021年底前有效减轻 有分析人原氏认为 作为双减首批试点的9个城市 之一 北京双减政策细则的发布 意味着针对校外教育行业的治理风暴恐汹涌而来 逐步扩大 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 李毅介绍 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面 北京市将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严禁超标超前培训 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 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在校内服务提制征销方面 北京将有效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提高课后服务水平 同时 北京将尝试缩小城乡 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 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 在区域内流动 此外 北京将加大双检工作专项督查力度 对双检工作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检查结果 纳入年度技巧考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 请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